光丘市三明区一个恶邻居 恶意导会捐款2000多万落跑 那么让他的邻居有112人受害 今天被害人聚集在他家门口 串门抗议 其中还包括了许多 七八十岁的老人家气到了住院 其中像是这位姓林的阿嬷 一家人上了11个会 损失300多万 连棺材本都泡汤了 在今天急得哭了起来 情绪激动的阿公阿嬷用力敲门 还有人用脚踹 大家大喊还我钱来 因为好几十年的老邻居 竟然倒汇捐款2000多万落跑 他很哭的 对 请怎么说 他吃 他拿人的钱 他买房还买车 我们是辛苦钱 他感情很好 给他配你 这位陈太太边说边哭 他被倒了82万 是他辛苦存了十多年的积蓄 丈夫过世 寡母被倒汇 未来不知道要怎么养小孩 80岁的郑阿嬷 老本全泡汤 老人家祈祷住院 摊开会单 林阿嬷说他一家人来了十一会 总共损失三百多万 自己赔了棺材本不说 还被亲戚逼赞 70岁的老人家急哭了 一百一十二位被害人一大半是老人家 大家希望导会会手赶快出面解决问题 今天新闻网家情报经营 高雄报道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摇订阅